我是Pony 我是世界上最感性的人 我是Daddy 我是吉他手 台北電影節一直以來 想要的一個氛圍 我覺得可以做一個比較破格的做法 所以其實在形式上面是用了一個 微紀錄片的形式 剛好這次是孝全跟采傑 我覺得都是很 怎麼講很國片的中流砥柱 所以其實 經常看到他們在各個電影裡面的演出 那一直覺得可以有一個不一樣的嘗試 跟過往他們被認識的角色是不同的 因為我之前都沒有跟校圈合作過 然後我覺得蠻刺激的是我們其實也沒有太多 就是在開拍之前的一個互動 那我今天就是要直接吻它 然後第一次就是導演說要有這個 這個就是吻了這個戲的時候 然後我就也沒有想說是要吻哪裡 就直接自己就吻了嘴 吻完之後我就用窩機跟導演說 欸 結果吻嘴會太多嗎 我覺得去呈現這整個 整個所謂一個樂團紀錄片的精神跟氛圍 是最有趣的地方 那我覺得應該對彩杰跟校圈來說也是一個 至少是第一次的嘗試 那我覺得默契很好啦 他們出乎我意料 對 我覺得真的是蠻驚喜的一次組合 希望他們也玩得開心 好不爭 好不爭一點 爭一點 然後這麼一下就錯了 因為他們就沉你一下 我覺得導演他是一個 就剛剛有在跟他聊 我就問他說 欸 就導演你在拍電影的時候 就是也是一樣像這樣子嗎 因為這次其實基本上感覺 整個是非常狀態的 然後在狀態之中可能 因為每個人的想像不一樣 然後可能會有各種不同的樣子 然後導演可能在這之中 然後再找到一個他要的方向 然後我們就大家一起往那個地方去 尖叫一下 對啊對啊 電影對我而言是什麼啊 電影對我而言 電影對我而言就是一個 窗口囉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 電影對我而言是一個鏡子 對他是人生裡面鏡子 電影對我而言是一個 然後再來 修行 對 電影對我而言就是 這樣子 對我而言 對我來說 我不是運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